它还有好多内容 这个接口内容比较多 因为它是特质内容比较多 因为它这个是它的一个重点 我们看一下下一个 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 特质的再说明 Skyler提供了特质以后 特质可以同时拥有抽象方法和具体方法 那么一个类可以实现和继承多个特质 就是说我们一个特质呢 既可以拥有抽象方法 也可以拥有具体方法 这就有点麻烦了 我这边要讲的是什么呀 同学们 这个案例其实特别重要 因为我想给大家讲一下 就是当我们一个特质 只有抽象方法和又有抽象方法 又有具体方法 我们一个特质会在底层对应 什么样的东西 它们之间又是什么调用的 这个案例呢 可能会稍微的花一点点时间 可能会需要至少十分钟才能讲完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题好好地说一下 因为这边设计到一个底 就是一个特质的一个底层的一个原理 它的调用的一个原理 好 我把这个呢给大家整理一下 好 特质的再说明 来吧 把这个案例快速地给大家走一下 好 这是特质再说明 那么我这里已经设计好了一个案例 我参考一下这个案例是怎么写的 因为案例太多了 有时候我也聚不住 我看一下当时是怎么设计的 设计这个Trade02 有个COK 有一个抽象的方法 有一个实现的好的方法 然后呢 我让AA去继承了这个 继承的这个特质 然后调用 在这里调用了一下 还写了一个匿名的 好 我明白了 大体我知道 我们现在来开始写这个玩意儿 好 写这个玩意儿 好 写一个吧 TradeDemo03 好 通过这个案例呢 我们可以把它的一些原理讲清楚了 好 首先呢 我们先写一个Trade 看清楚 那么我们就直接叫Trade03 好 写完 里面呢 我写两个 我写两个方法 一个是抽象方法 不是抽风 抽象方法 抽象方法我就写一个这样子 DF Say Hi 写完了 抽象方法 我们再写一个实现了的普通方法 普通方法 普通方法呢 普通方法 也很简单 叫DF 然后呢 Say Hello 故意在那边写上一点 Say Hello 好 其他我就不说了 苏老师 你为什么要设计这样呢 因为这样子一写 你就会看到有特点 它的特点就出来了 来 看一下 我再写个 Say Hello 写完了 那现在呢 我再写一个类来继承它 比如说 我写个class 比如说叫做这样一个类 比如说是 狗 屁 狗 猫 狗 羊 sip 动物就没有 要用光了 好 继承 treat 好 T2SN03 写完了 写完以后呢 大家看到这里面有一个方法 因为你没有实现 所以它会报错 因此我实现它一下 好 实现过后呢 我就写一句话就行了 我说 这个小羊 小羊说嗨 小羊 say hi 小羊 小羊 say hi 好 写完了 写完了 那么现在呢 我来给大家探讨一个话题 注意听 这个地方我要探讨几个话题 第一个 第一个呢 我要在这里创建一只小羊 我要创建一只小羊 创建sip 对象 创建一个sip对象 那就为了sip 等于六一个sip 好的 然后呢 我们来调查一下 点 say hi say hi 来 我们看一下 运行一下 现在say hi 这个方法就会小羊say hi 但你还可以写say hello 这个肯定都能泡起来 我运行一下 运行之后呢 代码过后呢 我们发现这个结果 跟我们想的是一样的 对吧 小羊say hi say hello 现在我要看一下 这个东西 我要看到这样一个话题 第一个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 这又发生什么事 好 把这个意向 大家就彻底的明白了 来吧 首先 我们先来看 这样子 这样子 我稍微的改一点点 我先改一点点 大家先体验一下 我先把这个普通方法先删掉 我先把这个普通方法删掉 我再运行一下 因为这边 有普通方法和没有普通方法 它的原理发生变化了 好 我先把这个普通方法先删掉了 我们打开底层的原码 先看一下 来 走一个 好 打开我们这个地方 我们是chapter03 巴安利里面有一个mytweet mytweet里面呢 有一个seam 有一个 有一个这个东西 我们看一下这里 我们看一下这里 不是看这个seam 而是看这个 看这个tweet03 tweet03 有没有 看一下tweet03 果然是有一个的 而且大家看到只有一个 大家看这里面只有一个tweet03 看清楚了 点开它 点开过后 其实你看 它只有一个抽象方法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当你只有一个抽象方法 它就有一个抽象方法 而且它仅仅是一个接口 那么这个是一个接口的时候 同学们可以看到 在它这个地方 它的底层是怎么做的呢 就这个seam 这个类 跟tweet它是怎么关联起来的呢 同学们请看代码 看到我们这个seam 看这里 哦 它跟我们以前加往 完全一样 就说这个时候 跟加往完全是一样的 就说 当我们这个tweet里面 只有抽象方法的时候 它跟我们加往的机制 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呢 我要做一点点改变 打开 注意看 打开我们刚才 注销的这个普通方法 这个设计是很有意思啊 你们待会看 你发现这个 这个哥们特有意思 你知道加完这个东西会怎么做吗 显然你不可以把这个实现的方法放到接口了 因为既然你是实现方法 你再把它放到接口里面是不对的 所以他搞了这样一件事情 当当一个tweet有抽象方法和非抽象方法使追听 那么会怎么做呢 第一步 一个tweet 一个tweet 就会对再底层 再底层对应两个类 对应两个类 他每次都这么搞的 你看他现在已经形成一个套路了 每次都这么干 包对象也是这么干 半生对象也这么干 包括tweet他也是这么干 所以这个 你看这个编译者 虽然这个人技术很牛 当他到一定程度 他也是一个套路 是吧 他已经很牛了 但是他也是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分析出来 他怎么做呢 第一个类 就他 这个实际上就是接口 这个就是一个接口 这个就是一个接口 没问题 顶接着呢 他还搞了一个什么呢 他还搞了一个这个东西 还对应 还对应 他还对应一个叫这个 点 dollar class 点class 那么这个是干什么呢 他会生成一个叫这个的抽象 抽象类 诶 注意听啊 这个是一个抽象类 大家知道抽象类是不是可以实验方法 那这个时候他把这个实验方法扔到这里面就没问题了 所以说这样子呢 他就有两个 一个是接口 一个是抽象类 一个是接口 他就把它分开了 他分开 他一旦分开过后 这边会变成什么东西呢 好的 当这个接口 当这个tweet 当这个tweet 有 有这个接口 和抽象类似 类 类 类似 它的底层 就会对应什么呢 就这个家伙的底层 它变成这个德行 它这个 就对应底层 在这个底层 在 在底层 它会变成这样子的 在 底层 它对应的是这个东西 对应 我写到这里 对应 对应什么呢 它是这样写的 class sib sib 先继承 你们知道它继承什么吗 先继承这个家伙 看明白 它不是这样子的 我说错了 我说错了 它没有继承这个 它就是直接 它还是实现 它还是直接实现这个接口 implements 它还是直接实现这个 这个接口 它还是实现这个接口 它就实现这个接口 但是里面的方法呢 注意听 对应这个 那么 它在这个接口里面 实现它过 它要用到 这个tweet里面的方法 是它直接用这个来使用 直接用这里面的方法来使用 所以说它是这样写的 就是当 在什么呢 当在这个sib 当在这个sib 这个内中 内中 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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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呢 这儿啊 要 诶 写错了 要使用 什么呢 要使用这个tweet03的 03的 这个实现的方法 方法 就直接 就直接使用 就使用了 就通过 这个来调用 这个类的 来调用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大体是一个逻辑 那么现在呢 我把这个整理成了这么几点 第一点 第二点 第三点 好 同学们 现在我们来 看一下 是不是跟老师分析的 差不多 差不多 来看一下 好 同学们 我们编译一把 编译一把 把这个说完 我们这个事就算是过了 就是它的一个 基本的原理说 好 打开我们这个代码 那么现在 我需要把它关闭一下 因为我不关闭呢 它不重新加载 说说我要关闭一下 打开这个位置 同学们 注意听 点击这里 好的 各位 首先呢 我先来看 老师刚才说的第一个 看这里 Tree的3 是不是有两个 各位同学 请看 没乱说吧 第一个是接口 是不是接口 仍然是接口 是不是 它这边有两个方法 你看 一个是say hi 一个是这个 虽然你说老师 那不对 你这个say hi say hello 不是还是抽象的吗 大家看到 它这里虽然是抽象的 但是它把真正实现的方法 扔到了这里 是不是这儿要 看没有 它只是在它那个接口里面 生命了一个方法 生命了一下而已 我就有一个方法 但是在哪干的呢 真正实现的还放到这儿来了 看到没有 好 有了这个东西过后 我们再来看下一个这里 刚才老师说的哪一点呢 就这一点 它这边到底是怎么玩的呢 你看下 刚才我说的 它仍然只去实现这个接口 然后它又用到那个方法的时候 它直接用这个来 来调的 我们看是不是这样子的 打开我们的这一个位置 那这个应该看哪一个呢 应该看c 好 同学们看到 是不是只实现这个接口 只实现这个接口 你看它这里 它实现这个接口的话 就意味着它会把这个c 它会把这两个方法都实现 但是你看啊 我们先看c c嗨 c嗨是不是 c嗨 看一下啊 注意听 c嗨是不是它自己实现的 东西们 c嗨是不是这个c不自己实现的 是不是 你看这边 是不是它自己搞了一把 这个地方有点怪 说老师 他怎么也把c hello实现了呢 其实他做了一个鱼发堂 你看他干什么事了 他自己把那个接口里面的c hello 写过来过 直接调用了 twitter03.class一个反编译 拿到他的c hello 来调用的 看没有 看到这个东西了吧 他有点意思吧 这个 他是怎么做的 他就这样去玩的 你看 他这个c c hello 其实还是从这过来的 但是你c hello 本身是不是 一个抽象方法 那他怎么玩的呢 他这样子 他相当于做了一个包装 说我虽然是 有一个c hello 但是我真正实现了 仍然是用你自己实现的c hello 你看这点进去 实际上还是自己这个里面写的 把它分开了 好 这个逻辑 我们就说完了 大家看看 这块一定要把它理解一下 如果我们画一个示意图的话呢 也很好理解 如果画一个示意图 就是这样一个图 好 我再画一个图 帮助大家理解一下 来 同学们 我这个就画一次 就画一次 首先我们看这个东西 它会对应什么 好 朋友们 我先给大家放到这里来 好 就写一个小块 好 同学们看 这边呢 是我们的一段tweet 因为这里面有这个普通方法了 注意 如果没有普通方法 没有普通方法 就会只生成一个 就是那个借口 如果有普通方法呢 它会对应生成两大块的内容 好 简单 看到这里 第一个 好 第一个呢 它会生成这个东西 就是这个所谓的 纯的一个接口 你看 这个地方 它会首先 生成一个这个东西 就它底身呢 会生成这么一个东西 紧接着呢 它还要生成一个 抽象类 仍然是抽象类 是它 这里面呢 它会把那个实现的方法 就是你 非抽象的那个 那个方法 放到这个抽象类里面去 那在哪里呢 同学们 请看 在这里 OK OK 看这 就有了 也就是说 你这一个tweet呢 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对应了 两个文件 那么我怎么去用它呢 我怎么去用它呢 请看下一个代码 下一个代码说 我这里有一个sip 这个sip呢 干什么 我用到了你 它又怎么玩的呢 好 同学们请看下面代码 好 我把这往下 撩一下 撩一下 它怎么做的呢 它说这样子 它在这个地方 底层 它会这么来实现 打开我们这地方 对于我们这只猫 对于我这个样 你看这 哦 它是这样干的 看到没有 它怎么做呢 它这样子做 它这样子做 把代码给大家拿过来 代码给大家拿过来 就这一段代码呢 它对应的是这个 那这个里面 它是怎么来玩的呢 你看 就这个文件 它对应的是它 是吧 这大家应该能够 一目了然 那么你这个东西 跟它底层这两个 怎么来实现的呢 首先 它仍然去 实现这个 Tweet03 所以在这呢 它有一个实现的 一个方法 好 这个地方因为 时间的关系 我就这样简单的 用这个图来 来走了一下 换成一个颜色 那么我这写一个 叫implements 实现 好 实现了 好 那实现里面呢 你看 这有两个方法 say hi 和say hello 它怎么实现的呢 say hi say hello 它做了一个包装 然后呢 它在实现的时候呢 它知道你已经有了 它知道你已经有了 因为它可以通过这个名字 来进行关联 于是 它在这用的时候呢 直接就去 使用了 它这直接就使用了 你这 这个抽象类 这个抽象类 里面写的这个 say hello 对 那么你自己写的 这个say hi呢 这个say hi 就是你这写的 小杨 say hi 直接拿到这边来 好 这个关系 我们就捋清楚了 这样一看 真的 我们一个 的确就是 接口 加抽象类的 一个组合体 一个组合体 好 到此呢 我们这个分析 就完毕了 好 同学们 我把这个代码 给大家整理一下 好 这个就说完了 同学们 这个是 这个讲完 后面好多东西 你就好理解了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那样 你一下就明白了 就因为你把 最底层的 就搞清楚了 那语法怎么变 不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魔术吗 对吧 好 我把这个 给同学们 放到这里来 very easy very easy 所以你要 你要看这个东西 你一定要看一下底层 不然的话 你看起来 就感觉没有 没有特别深刻的印象 你说到底他怎么 就实现这个东西呢 不清楚 不明白 好 我把这个代码呢 给同学们绑到这来 好 各位 我给大家 来一个表格 然后呢 我把这个 对上面代码的一个 分析的原理图 拉过来 好 这是代码 我新建一个 这样子写 代码 代码说明 OK 代码说明 好了 给他来一个 小小的箭头 然后呢 这边 我们再来说一下 代码对应的 示意图 上面代码 上面代码 代码 对 代码 对应的一个 底层的 底层的一个 分析 分析图 好 也给大家 放到这里来 好的 我把这个呢 也给大家 截取一个 小的 一个 一个图案 大致能够 看出来就可以了 可能没有写 写那么 简单那么全 好 大家应该能看出来 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 好 写到这 好了 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 再说明的第一点 那么再说明 还有两 还有这么两点呢 我们就把这说完 好 特质中 没有实现的方法 就抽象方法 讲过了 可以通过Extens 来计算特质 V字 计算多个 刚才说过了 还有 加法中 所有的接口 都可以当做 Skyler 特质来使用 好 这个刚才已经都讲过了 只是把它再总结到这 就行了 好 到此呢 我们这个 关于特质的一个 基本的说明 就说完了 我们截取一段视频 这下面这两个案例 我就不跑了 大家简单看一下 简单 大家看一下 这个案例 这个案例呢 这个案例是用来干什么呢 这个案例就是说 我用来描述了一个 继承多个特质的一个语法 比如说我有一个logger 这个logger我干什么呢 我有一个console 这个类 这个console呢 我去实现了第一个特质 我紧接着呢 又去直接使用了我们Java里面的两个接口 因为Java里面接口可以直接当做Skyler特质使用 所以说我这里也是可以用的 我这里就讲了一个语法 讲了一个语法 大家看一下就可以了 好 把这个案例放过来 这个案例就是演示了什么呢 演示了一个类 怎么去继承多个接口的使用语法 好 这儿演示了 演示什么呢 演示了 演示了一个类 继承多个特质 特质的语法 OK OK 给它拿过来 好 同学们 这是我们的一个小案例 小案例 好 那么 下面呢 这个我们这个特质内容还特别的多 还有这个什么叠加特质啊 什么特质中重写抽象方法呀 等等等等 这个呢 我们还有副接口啊 等等 内容还很多 还有特质勾到顺序 这个注意有点麻烦 还有扩展特质等等 那么这些内容呢 我们放在明天去讲 说一下今天的作业 说一下这个作业 先截断视频 请不吝点赞口